吱文族 噱圓跟雙期卖共焦點這個題目還太難了 所以我們要先從一些比較簡單的題目開始 有兩個噹圓共焦點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題 它說以置噹圓的長手為時 而且跟這個噹圓有相同焦點 這個也就是說這是第二個噹圓 我們簡稱 前面的橢圓叫做陶 後面這個橢圓稱為超速 前面稱為陶外 啊 超好 不要這樣 不知道 所以請問一下 第二個橢圓 你跟第二個橢圓共交點 那又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開始對於共交點 寫出它的結果 請問一下 當兩個橢圓共交點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共重心 第二個叫做共心 就是不簡單而已 就只有這樣而已 其他都沒有 因為一個橢圓啊 基本上我有三個要素對不對 第二個要素叫做方向 ABC 還有中心點對不對 所以當你發現我的橢圓跟你的橢圓共交點 這時候我只能確定共中心 第二個共心 還有第三個我講 中心簡單 第三個叫做共方向 因為你的交點左右形到我的 我跟你用同樣一個交點 那我也會到左右形嘛 就這樣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完結之下的話 你可以把相同的東西都拿下來 好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超多這個口圓裡面你拿到什麼線索 把它乾寫上去 你是上下 第二個 你的C是多少 10-3 開根好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開始告訴你說 你的C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A-2-0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裡有10 那個有3 這就是10點小開根好 那中心點咧 0-0 好 所以這時候這三個條件 可不可以讓你寫出你的8-5線 那你直接投圓 好 它要有找出它的交點呢 等一下再找了 交點的話就是把它找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直接拿第二條題嘛 共它的方格是多少 所以這三個條件我要開始寫出我的可原方程式 所以我的可原方程式咧 像下的1 因為中心點知道了 所以我們共用中心點 A-0等B 加到8-0等B 就J來用 好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共C 共C的話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它的C會多少 可是我知道現在C 你是根號7 那我的C也是根號7 可是我的C是根號7之後 各位 我知道我的A-0-B-0會等於7 簡稱A-0會等於7加B-0 好 注意一下 我紅色寫的是我紅色橢圓的條件 雖然藍色橢圓 這個藍色的橢圓 裡面的線索我也可以用 我現在把它拿出來給紅色用 紅色就是我要找的方便治理 好 那我會發現我紅色跟A-0跟B-0的關係 其實因為我會用到你的C 所以我的A-0-B-0也會是那個C-0 所以你的C-0是多少 7嘛 所以我的A-0-B-0等於7 所以這裡A-0等於7加B-0 好 那因為我們要同方向 同方向型 你是上下型的話 那我這裡幫你寫 這裡是要寫大的 這裡要寫小的 OK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寫出我的結果 那個結果叫做 這裡叫做K加7 這裡就是K 為什麼 因為你要大 那你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你要少 那就小一點 好 那為什麼你知道它寫K加7跟K 因為我知道你們兩個相減就是我的C-0 所以欸 因為你知道告訴我A-0會等於7加B-0 所以我現在要把B-0的位置設為K 那你A-0的位置是不是就是7加K 我就寫上去了嘛 就K加7嘛 7加K都一樣 好 所以到這邊可以接受喔 好 可以接受之後欸 底部又給我一個線索 叫做它的常鎖長是10 那常鎖長是10喔 請問一下常鎖長下面寫的2A 2A等於10所以A等於5 所以A-0等於25 而現在A-0在1它的位置叫做K加7 所以現在K等於多少 K等於18 所以他們的是再把它完成寫一次 所以18分之S-0加上18加7等於25分之5 Y-0等於1考慮 所以方式就寫好了 所以這個方式我是沒有辦法寫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同焦點之後 我們就知道它三個條件 那三個條件我的方式就很好寫 OK 我會跟你共期 我會跟你同方向 我會跟你同方向的時候 我們的大小關係就是 上下形的話就是大型 那左右形的話就是大型 左右形的話就是大型 左邊大右邊小對不對 就S下面比較大 左右形的話是這樣子 這整個就形成完畢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這樣去假設 那之後再把其他條件拿進來再做一下 好 那都求完之後 他問我焦點在哪 原器焦點是這一題裡面最簡單的 你可以求完方向式再找 或者是原來的方向式去找 所以你的焦點 因為你是上下形的話 你就會左圓的中心也是綠綠 上下一個C就可以得到左圓的焦點 那你的C是多少 C的話是正到C啊 所以你的焦點N過來就是 0.0.0加-0.7上下移動 OK 大家就過來 0.0.0加-0.7 這樣問題 最低一點還好 大家正好一下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請用這一題的解法去解決下面那個類題 上面是給你一個線索叫做 新的椅圓的場所叫做 那下面的類題呢 他給人了解他沒有給你場所上 新的椅圓的場所上沒有 他給你別的東西 新的椅圓會通過什麼類 所以你可以先寫一下類題試試看 他說與這個火圓有共交點 比剩這個火圓比較高級 共交點的話有三個條件 紅中心 紅C 紅方向 好 所以把知道的東西 依此類推行出來 大小關係叫做左右 C的部分叫做23-14開更好 中心的位置叫做00 好 之後拿去給你的椅圓 用 所以你的椅圓就可以假設出來 看懂嗎 藍色寫的這些東西都可以給你 現在要問的這個椅圓用 好 可是我們再寫一個椅圓的標準 是我們是不是要從方向中心 方向ABC跟中心開始 結果你會發現我只誘到人家的C 沒有 你告訴我AB 沒關係啊 C就可以幫你把A跟B的關係寫出來 因為它有第三個條件 它有另外一個條件在這裡 他說我通過負占法 所以你先把負占法 再把負占法帶進去你現在假設的方向式 你就可以旁邊出角度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的方向式會怎麼假設 第一個 中心點是00 所以我想讓他寫S-0比跟Y-0比應該沒有問題 標準式 好 再來用共用嘛 好 那方向左右寫 好 左右寫的話要先註明一下 左右就是大跟小 我先把大小寫給你 這樣對你來講會比較好判斷 沒錯嘛 好 大小寫給你之後請問一下 我可以知道這個大數跟小數欸 就是分別就是A0跟B0 那A0減掉B0會固定就等於多少 C0 那它C0等於多少 所以我幫你算一下可以分到9 那比方之後就等於9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知道 A0是比較大的數 它會是B0再加上9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我會這樣假設 把B0設為K 這裡就是K加9 那有人就會說老師你為什麼不要這裡寫B0 這裡寫B0加9 我不喜歡把變數再加一個5棒 所以我就先寫這樣子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等一下K是B0 那K加9就是A0 好 那這個時候再去檢查下一個東西 你的方式都假設好了啦 那你跟我說你通過什麼點 你通過這個點啊 -38 不應該有完成 你說你通過-38 所以-38是不是應該要符合你這個條件 所以這樣要代入 那你放到9就結束了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38帶進去 -38帶進去 -38帶進去是9嘛 那這裡K加9 加上K分之好 Y帶進去8的平方64 等於1 左右通常K乘上K加9 所以整理出來9K加上64K 加上64乘以9 等於K0加1K 經過整體之後得到K0減掉64K 減掉64乘以9 減掉64乘以9 等於0 怎麼那麼醜 不傷心 3329 真的不好算 我不會算錯 先檢查一下 9 可以加9分之 9 可以加9分之 還沒寫錯嗎 你跟我寫一樣 謝謝你的肯定 好 我們趕快算 好啦 好醜喔 這個不能十字交繩 你說A0是K OK 你把它收起來K K一點就 他比會變小 就是應該差不多啦 好啦 就跟他P的好不好 OK 大概2B OK K點多少 2S 負P啊 還好 108是64比對不對 可以十字嗎 可以十字嗎 可以可以 我跟你講公式寫很漂亮 你看我都一直不想要把64乘9打開 我想我應該有 那個時候在寫的時候 應該有智慧了 在裡面 2A就是2嘛 負P就是在這裡嘛 加減根號PB幫嘛 減4A是負負德證嘛 是不是加 64乘上4936嘛對不對 你看智慧就在這裡出現了 64可以提出來對不對 好你現在要 2分之 64加減 8 因為64提出來 就是8發64出來 那這個 跟到裡面剩什麼 前面剩64後面剩36 現在講不就是100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32加減4乘上10 來出來啦 所以K點多少 4乘以10是40嘛 出來712嘛 或負8 負8負8 負8負8嘛 打差就好 所以算出來了 72加9等於81 分之 A就是 把這個東西帶到這裡來 你的方式就出來 加上 72分之Y等於1 方式起來 對啊 好他只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想說64怎麼會把 被9分掉 結果這64本身要被分掉 怎樣 你說哪一個 再說 負3多人幫你搞什麼 4 5 4 5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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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這個方法的話是領沒有那麼特別 你可以算嘛 對不對 可是他 有人同學注意到這個領很特別 他發現這個也是難得 你跟我們沒有關係 欸 五三八他哪裡特別 你先告訴我 他哪裡特別 因為我的焦點在哪裡啊 我的焦點在領領的左右嘛 對不對 領領的左右一個席嘛 對不對 因為他是左右形的 所以我現在畫圖給你看 從領領左右一個C 就是負三領跟三領 結果他發現他告訴我說他的C的橢圓啊 他通過負三六點八 按照我們對橢圓的感覺啊 等一下他的橢圓應該長什麼樣子 不要畫 紅點齁 紅點齁 剛才不會太小 好 好不好 他的火圓如果是這個紅色的話 這個時候他用這個焦點 共焦點 所以這個焦點會給他用 結果他發現他給的點剛好在這個焦點的正上方啊 所以這個八剛好會是正焦線長的一半長 對不對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找到 A分之2B平方之正焦線長對不對 所以A分之2B平方之正焦線長對不對 所以A分之2B平方是不是就是現在的8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別法 他找到A分之2B平等於8 但是我又知道A0減掉B平等於多少 7 等於3 等於9 A0減掉B平等於9 所以這兩個去解 你的例 你就可以發現你可以把B平等於8A帶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得到A0減掉8A 減掉9等於0 所以得到A減9 跟A加1 等於0 這時候A就等於多少 9或-1 但是-1也不合嘛 對不對 這A0減掉9就出來了 那A減掉9咧 那B平等於多少 再把B平等於0 再把B平等於0 9872 最大1減掉72 另外一個B平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就是看到多數點 所以如果這個點別人很特別的話 那你就順便還可以用這個教學去推他 A比7的數字對不對 OK 好 所以這一個題目是 有要不接話嗎 如果觀察到B平等於8A是特殊點的話 你就可以用B2總結尾 如果他不是那麼特殊的點話 那你就要假設方式把點帶進去 讓他符合 這樣你可以走 OK 錯了 你給你符這個 符多久 嗯 你想符多久 他想說不出一道了 你有出一道嗎 我之前你有出一道嗎 怎麼可能 好 好多虧啊 因為我還沒破喔 我說你不是有POINT PO點是嗎 好 沒關係我到時候會POINT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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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usage 有 要 要 有人 要 很 那 我想要找方的次 OK 所以我們已經解決一個東西喔 火源供焦點它會有這三個條件 好 那現在下一次我們在雙曲線 我也會跟你說有兩個雙曲線它供焦點會有什麼條件 當都能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挑戰 有一個火源和有一個雙曲線它供焦點會有什麼條件 OK 同種類供焦點現在就是這樣子 那不同種類供焦點會怎麼樣 那後面再來討論因為我們現在還沒叫到雙曲線 好 那接下來就會有一些題目就是那個應用題 所以就是從生活中它會有一些圖形就會開始去講 所以從最簡單的範例9到最難的範例11 還有範例11跟範例12就可以拿來用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範例9它是一個陽春的題目 就是說它已經告訴你它的形狀是什麼 那你要去找出來 那它現在在找的這些數字啊 到底跟它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請看一下 他說會先到地球喔 照照太陽的軌道是以太陽為焦點的火 好 為太陽 把我加一個是一焦點 因為焦點有兩個嘛 你只把它當成其中一個 那火源的常種也在兩關點中 距離太陽最近的點叫近日點 最遠的點叫遠日點 好 那近日點跟遠日點的距離比例是1比25 選一下長短軸的長度比是幾比起 OK 它長度比是幾比起 所以我們需要畫 要再補畫一下 好 它只提供這個 但是我們知道它的焦點有兩個 所以另外一個焦點呢 我們就把它標示出來 方便我們的觀察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近日點跟遠日點是1比25 那因為我們真的知道它畫1比25 它真的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畫完大概 所以一個1比25就是呢 這一段如果是25 K 那這一段就是K 你意思是要這樣子對不對 好 不是我們上次在畫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畫出來 其實這一段長跟這一段長是一樣長的 因為它對稱嘛 所以那邊如果你假設它K 那我跟你講這邊我也可以假設它K 所以從這個譜你就馬上秒殺 2A就等於多少 2A就等於26K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 A就等於13K 那在這個譜面 馬上就要開始看 那請問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2C對不對 那2C到底是幾K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25K 減掉K就是中間這個2C的長度對不對 所以2C就會等於24K 所以這個時候就這樣畫出來 C就等於12K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幫你把B找出來 有啊 ABC嘛 所以 A等於13K 剛好B式定領 512、13有背貨 那13剛好是斜面也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 假設它是5K 就推出來了 如果它不漂亮的話就用B式定領推一下 好 那推完之後呢 人家問你長軸叫做2A 短軸叫做OB 寫上去 到底還是底子寫一下 好 那2A比2B有沒有等於A比B 所以最後人家問的是A比B 所以A比B等於13K 以上 所以13比5 好 結束 好 大家就可以齁 好 發第9 好 這是我們講的齁 這是一個量出的這種圖形 讓你去想它的裡的螢幕啊對不對 幾何體啊 所以你只要能把這幾何的形狀啊 把它呈現出來 你從裡面就會結局出你要的線索 好 那如果固形也越來越複雜咧 好 那什麼叫做越來越複雜 我們在上一個那個畫物線的裡面啊 其實有一個題目很難 就是它最後一題 我有一個圓 它一條線 結果要跟這個圓相切 切又跟兩種一種內切跟外切 然後我就挑了外切 然後我又跟那個線外切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圖很複雜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是 但是我們還是要畫 好 所以這次我們還是要繼續挑戰那個圖 所以請看一下範理史齁 要學會畫圖 所以範理史他說 通過山領跟這條圓相切的圓 叫圓心軌西方神絲 好 那這個題目我跟你講 你用看你絕對看不出來 你絕對怎麼看都看不出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畫圖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它有什麼特性 對不對 過這個山領的圓 而且還要跟這個圓相切 老師它的切用沒有講內切還是外切 所以是不是有兩種切 內切跟 誰跌倒 內切跟外切 所以遠跟遠的切是有內切跟外切 所以你反而就要做出這個打算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寫那個拋線的時候 的作業裡面有一個內切外切 兩個答案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在想 那是不是內切外切都會有 其實你要把乳包出來才知道 結果乳包出來之後你就會知道 只有內切沒有外切 為什麼 因為這個點在圓內 好 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有兩種方法知道 第一個就是畫出來 第二個就是你知道這一題 如果它點不在圓內就算不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點一定在圓內 不然的話它這一題不會是否圓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因為它剛剛外面就是小曲線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檢查 它有沒有在圓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帶進去 好 今天你告訴我 原則方程式是不是在講 有一個點到-30的距離 等於8 這裡沒有開個套 等於8 如果你要在圓內 那帶進去是不是小於8 所以你看喔 帶進去喔 是不是9 6 6 36 36加0 小於64 對不對 OK 沒錯嘛 下次我 好 所以帶進去 還是在圓內 圓內的點 好 但是我想 想知道的話 你還是就畫一下 所以我們畫 就把座標手畫出來 然後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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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6 7 8 9 10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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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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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他要的圓勒 就是通過紅色這個點點跟黑色這個圓切 這時候你想要外切 我還是外切不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想要外切的話 那你應該要找在這個燈外面嘛 那我換個紅色 用紅色嘛 要算外面 可是如果這個圓如果在外面跑動的話 你根本不會碰到山裡啦 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辦法外切了 所以我只能跑到裡面去 會要碰到山裡就這樣子 這是我要的 那這個圓的會再大一點 可以啦 你可以把它大一點 這樣大一點的話 這個時候你要畫這樣子 好 就像這樣 OK 好 那為了方便觀察 我不要讓他碰到黑色的圓形 好 這樣子的話 好 我們現在畫一個 他有一個就有兩個 兩個大概好幾個 再畫另外一個 再大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綠色這個點啊 他在 他要找這個綠色點的痕跡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開始找啦 那綠色這個點它到底有什麼 特性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去想啊 在這個圓裡面啊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紅色的圓的半徑會改變 那半徑永遠都會改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確定這一個常規 就給它另一個變數叫做想 那個大 好 可是這個紅色的圓它跟黑色的圓相切的時候 那我們說內切的時候 我們比如說圓形跟圓形的距離 大的半徑減到小的半徑對不對 而大的半徑剛好是黑色的圓 那黑色的半徑剛好是誰 所以現在綠色寫出來這個常規有沒有八減的 有嗎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這個時候的圓形 它到這裡有距離是R 到這裡有距離是八減R 表示這兩個不一樣是R 對 它不一樣 但是它加起來一樣 它加起來會變成多少 會變成八 欸 這個不錯 那我們這個時候再去檢查樓下這個圓 樓下這個圓的圓形咧 我發現它到這裡的距離呢 就是我們紅色這個圓的圓形 我把它那邊就滑了 綠色 好 紫色 那圓形在這裡 我到這裡的距離呢 是另外一個半徑 好 那好 那我到這裡的距離呢 那我是黑色圓的半徑 八再去檢查樓 怎麼說 我們兩個的距離會不會等於 黑色圓的半徑去檢查你紅色圓的半徑 所以就得到發現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發現你這個時候 這個圓的圓形咧它到這個點的距離 如果叫做C的半徑 那到這裡的距離呢 就會變成八繼續檢查C的半徑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長度加起來有沒有還是固定值 有嗎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圓形圓棒符合一件事情 都是到這兩點的距離加起來都會固定值八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很大膽地 有到這件事情嗎 原來這兩個點 就是我的F1還點不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兩焦點 有 那你兩焦點 一個叫-30 一個叫30 那重點我不是要它們 我要中西點 因為我的第三個要件就是中西點 就是0,0對不對 而第一個要件就是方向 所以這個如果畫完之後 你的焦點是左右形 那你方向是不是左右 要啊 那第二個咧 你的ABC有沒有出來 有啊 我的A出來 我的2A點多少 8嘛 所以A點多少 4嘛 那B點多少 我還不知道 可是我已經知道我的C多少 C是3嘛 為什麼 因為C的話就是中西點到 焦點的距離是3嘛 這沒錯嘛 所以這個時候 3跟4比較沒有寫5喔 為什麼 因為D不是前邊喔 所以這個 這個距離是多少 就是經過計算之後 4比-3比開根號 所以這要4比-3比開根號 所以這要4比-3比開根號 所以這要跟號7 好 這個時候它叫你寫出 軌跡方程式 所以軌跡方程式 所以軌跡方程式就寫好了 就是S5的平方 加上Y0的平方 因為這是左一個定義 等於1 好 那因為它是左右形 左右形的話 那就是A給誰 給S嘛 所以A 這裡就給V 16分之A給V 所以它就出來 16分之A給V 好 結束 這樣 所以這個題目呢 也能算出來 是因為我炮的畫質去找到 誒 這個原基到兩個定點 哪兩個定點 一個是你固定原的原心 還有另外一個是你題目給我的點 的距離好了 欸 這樣一個人就是地址啊 就這樣 所以你要泡泡泡頭 把它泡出來 好 阿你最近門口啊 或者是你去 阿不就是這個 哇 為什麼是陳建口 哇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 它這個橢圓 它這個圓很好用喔 如果有的話就多拿幾個回來 送給同學 這個還蠻好用 去考試用這個還蠻好用 那它有一種是比較 你也可以去買 可是 因為這種 形狀不激的 我講實在我不是很喜歡 阿大家講 它有一種是很便宜的 這也有上去線 成立 我等一下摔了 你等一下摔成立了 我們再拿 它有一個是綠色的那個有沒有 綠色的塑膠板 不是那一種 它有一種195塊錢的那一種 你這個可以拿 這以前那個什麼 我在演品的時候 學生很喜歡拿一種詞 阿兩隻綁在一起 用下面一起綁在一起 把它把它打開 那又會變成迴旋標 後來這樣子丟過去 那個迴旋的圖路很漂亮 你真的 丟過去 尤其 尤其演品很喜歡往哪個地方丟東西 你知道嗎 施打步驟 對 施打步驟 對 施打步驟 它不會拿這種東西用好 之後往施打步驟丟過去 沒有 它不會回來 它就是這樣 然後施打步驟的牆壁 這時候那個詞就會 對 爆炭 那演品很喜歡丟兩種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丟 丟錢的詞 丟了東西丟粉 丟膜包 丟膜包 丟膜包喔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還在的時候 丟到附中的那個 掃地 掃那個公共區域的 學生啊 很生氣 他說他以前 在念演品的時候 都沒那麼惡劣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很生氣的 從四大附中 的圍牆爬進來 那個 演品中學 所以因為四大附中 演品官員 就是一翔之骨 你知道嗎 後面那個 停車棚那邊 剛好就隔一個圍牆 然後他就爬進來 跑到樓上去 找那個血皮船這樣 哇 超重的 很香耶 好香味而已 老實說 以前在這裡 都不會那麼壞 怎麼可以那麼壞 目前只有丟唇筆 哪個兵這種 就是色色的 好像沒有 跑到哪裡 好 回來我們繼續喔 所以這個 畫圖就可以解決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用電腦 來畫這個圖的話 我可以畫出來 天啊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 那種 老師我同學在教室裡面丟分比 以前 以前有男校子 有男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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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時候在班上出去的事情 不是同學在丟分比 就是被分比丟到 阿不然就是下個在教室裡面打棒球 你知道嗎 你們國中有經歷過那種 教室就是戰場那種 就下個男生就在那邊打棒球 而且還有毛脸 還誇張 國中啊 好啦 演米比較幼稚 哈哈 重點 你知道演米 演米學生 國中生 下課最喜歡畫的 是什麼 熱熱棒球有沒有看過 沒有齁 你有看過有人拿著熱熱棒球 在操場上丟來丟去這樣而已 就是拿著熱熱棒球那個橘色的球 就是往上丟很高 因為演米不會很搭 所以他不能往前丟 因為往前丟很容易就丟到馬上舞的部分去 所以他就是比誰丟得很高 所以他們就開始往前後丟 後來就一群小屁孩就在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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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然你往上丟 還丟到最後 高中部的一下來玩 對 顏品這個是 顏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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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玩對不對 不然你都在玩什麼 顏品是 真的嗎 我騙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國中的聖子在哪一棟 南大龍還是 南大龍嗎 你知道他拆掉了嗎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南大龍 以前顏品 他怎麼顏品南大龍有一個鬼事 你知道嗎 半夜 半夜大概11點快到12點的時候 會傳出那個音樂聲 他誰會在學校 對 欸你以前也是顏品的喔 對 顏品的 看起來不像顏品的 顏品的誰啊 顏品的誰啊 你以前比老大 一個 你們兩個而已嗎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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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很兇嗎 沒有 南大龍啦 南大龍他 你沒有帶過南大龍嗎 欸你沒有帶過南大龍嗎 這兩個人有了嗎 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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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手機就是很久很久 那個手機真的很猛 那手機就被關機 被同學亂丟 那因為那個手機是Nokia Nokia是神機你知道嗎 它是神機 而且它是關機的狀況 那手機關機 它其實鬧中還是會小 結果它被關機 可能充好電了 結果它每天都被定時在晚上11點到12點那邊 就會有鬧中出了 後來它被丟到那個南大龍 反正就是那個樓梯 跟那個隔壁大龍那個夾後裏面 欸那每天那個晚上的時候就會冒出那個聲音 雖然這次開挖的時候有找到那隻手機 欸阿咪喔 有阿那個紫色學號 紫色學號 紫色學號 重現 我還沒聽這個 我還沒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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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笑話 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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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為什麼要叫紫色學號 叫紫色學號 以前是紫色的嗎 我沒看過紫色的 會泰銖說 會泰銖嗎 齊間 會泰銖說牛很軟 然後會泰銖說是什麼 然後一個天晚上 因為她會覺得 你們有一個氣息的氣 笑話 笑話 Records 今天就剩下來了 其實這個信仰就是因為有其他 開玩笑 她叫我 開玩笑 樓下有一個 寬伍尾辦公室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我們去經過那個辦公室 看有沒有人了解一下 後來我會看到國畢、惠傑他們辦公室都是 都會有人 後來就沒有看到了 壓壓講喔 有一次我被嚇到 因為你要看裡面有沒有人就會貼著那個 門充馬 後來我就貼著門充 因為惠傑剛好側面剛好在那個 他剛好側面 側面就在那個玻璃 我就這樣開 我以為會看機器 我不是被他嚇到 是看到有人嚇到 就是這樣 好啊 我們看一下 欸 所以我要做一個圓怎麼做 天啊 好累喔 欸 這樣就做好了對不對 可是這樣好像很瞎 你好像是 亂摸摸中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如果今天要真的找到一個圓 他這樣子就好像是不對了嘛 所以要找到一個好的方法去做的話怎麼做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你今天在講他會是一個橢圓 那你的圓先會是一個橢圓 那這個地值一定是來自於這個圓 那這個圓唯一的地值就是半徑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說 好 我把你的地值先畫出來 我先把你的地值畫出來好 這就是你的地值 你的地值就是這個半徑 OK 好 那我現在找到你想要畫的那個圓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想要畫圓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的圓的圓溪到它的距離 跟到這個地方的距離會怎樣 會碰到一個點對不對 因為切嘛 那些嘛 好 可是這個時候又要等到這裡的距離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一開始想 我到這裡是我那個圓的半徑 我這個圓又要碰到這個點 所以這裡也要有一個半徑 所以這兩個要不要等長 要等長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圓溪不就是到這兩點等距離的點嗎 那到這兩點等距離的點 那不就在它中垂線上嗎 所以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開始去找 這兩個點 連線之後的中垂線 所以它的中垂線找出來 好 找到 就這樣先好 給它一個 紅色 好 那這個咧 給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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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 所以這個時候咧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有沒有滿足 它到這裡的距離 能它到這裡的距離 有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用它當圓形 我到這裡當半徑 或者是我到這裡到半徑都可以 因為它都會通過這兩個點嘛 沒做嘛 你就做吧 好 像這個線 畫出來 顏色用顏色的紅色 好 畫出來 其他東西我就把它隱藏起來 隱藏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一下 我要那個圓怎麼畫 我可以畫 有沒有都畫出來 那個圓都畫得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圓我就全部畫出來 所以我用的方法就是 你講的地址是半徑 那我就畫一個半徑給他 那你說這個圓氫會形成什麼圖形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子畫圈一次嘛 圖卡斯一次齁 橫圓就畫出來 懂嗎 所以這個橫圓就畫出來 所以其實咧 我們會把這個橫圓 到兩焦點的距離離可回地址這一次 開始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包裝 那其中圓的包裝就是以這一筆為主嘛 所以你看過以後就會了啦 所以你說 老師我考試的時候怎麼會那麼好 為什麼有幫你按摩 你是這樣 他後面你有多十塊錢嗎 不然你這樣 二三六幫忙按摩 這種不是太誇張了 欸你被霸凌要講 我跟你講 拿回來 欸所以這個 第一頁話你要找出來齁 好 那我們這一題我們是重點 這邊也在霸凌 現在是在 開始幫忙按摩 對 我國小的時候我們 我們國小老師 三四年級國小老師 每天要拍直升去幫他按摩 也會齁 我常常覺得有點羨慕國小老師 我們國小老師是一個外省人 他是一個軍人 欸他講話有那種濃濃的大陸鄉的味道 欸對 講話就是那種大陸鄉的 外省人欸 就是講話有山東鄉 山東鄉 類似山東鄉 他常常做饅頭來學校 沒有給我們吃 他沒有給我們吃 他沒有給我們吃 那時候我們就要排隊 就是不是排隊 就是每天就會有兩個人吃吃吃吃吃吃吃 他另外還有兩個人是給他按摩的那個準備 對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有神奇的魔力欸 那時候大家都很想要去幫老師做過 對啊 而且那是一種榮譽的表徵 對啊 對啊 不然老師還會說那個 12號按得很好 哇 有我們天下大陸 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還為了這個 我還回去問我阿嬤怎麼按一下 我阿嬤就有點髒氣 就說你都沒有幫我按 好啦 那11號跟12號我們就明天繼續齁 啊這個又比較難 沒有 禮拜三繼續 OK 就這樣 然後現在就 對 三節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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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